看到余澄沁和一能静无条件的支持儿子 我才明白 哈利为什么在单亲家庭相关依旧这么正了 近日余澄沁在接受采访时 谈到关于儿子哈利出道的事情 他要不要出道 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的意愿 对他做的开心 然后玩的愉快 OK了 被问如果哈利出道的话 会不会偷偷给他资源 虽然希望儿子靠自己传出一条路 但作为一个父亲 还是会忍不住给他一点资源 我希望你 可是可能还是会 早前哈利就多因为穿女装 已发过不少争议 余澄沁也曾在介绍采访时 回应过此事 他表示不管儿子做什么 只要他开心健康就好 作为爸爸的他将全心全力支持儿子 他认为儿子这样做 一定有他的想法 一能静也曾回应儿子穿女装这件事 自己又跟儿子讲 你不但不会影响我们 你反而会让更多人知道 自由是非常珍贵的 尊重他人做自己才是最珍贵的事 面对儿子穿女装引争议 他是这样回答的 他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就要ready好 他所带来的声音 性别是中性的 性别是流动的 他觉得他是自由的 他的两面性 是让他更丰富 我非常非常爱他 他的每一个面上 我都是深爱的 被问于成性 是不是缺席了孩子的成长 他的回答也是非常体面 有些人习惯表达 那有些不习惯表达 普遍不见得表达的人做得比较多 没有表达的人做得比较少 对父母来说 爱一定是一样的 哈利开始取得成绩 他也会毫不吝啬地赞扬 以前在苏布里拍卖 他有100多万回笔 好像也不太帅我资助了 他感觉他可以开始养我 他是这样形容自己的儿子的 他有着台北滋养他的那种 旧的街道的感觉 但他有最前年的 来自于纽约给他的这种 视觉影像的表达方式 哈利也会这样告诉妈妈 我说妈妈 你一定要好好做自己哦 想你不只要让我做自己 你也要学会做你自己哦 前段时间哈利在采访时说的话 感觉有三观症的父母 真的是孩子最大的底气 哈利说穿女装 只是想展示衣服的美丽 还表示所有漂亮的衣服 自己都想穿 他认为只有女生可以穿裙子流长发 是社会赋予的规则 并不是天生的 历史中就有男生穿裙子流长发的时候 穿衣服只是自我内在的表达 但是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男生 评论里的穿搭也大多都是男装 你看十几世纪的法国 那时候男生一样是帅的 他们穿高跟鞋是帅的 那怎么到了现在就变得不一样 如果你看到历史 看到潮流的演变 才会发现这些我们所立的规则 还有社会资予我们这些潜规则 是多么的荒唐 而在哈利的这段采访里 则彻底颠覆了不少网友的认知和看法 从十几世纪的法国穿搭 聊到当下社会规则 他真的有一股感性柔和 又夹杂着通透冷静的力量 其中清新儒雅表达逻辑清晰 被超前的思想圈粉了 看到他在镜头面前自信大方 和别人交流 你就会发现 他真的被于成庆和英文静养得很好